今集要介紹的單位位於黃埔花園 實用面積503呎 由於鑽石型間隔很難擺架屍 所以就找了設計師幫忙拆解 今次這個積是傳統黃埔單位的鑽石型廳 整體規劃將所有房間拆開 推倒重來 例如入口改成睡房 而原積的兩間睡房拆開去變成客飯廳 整體上會比之前的三尖八角螢光慢 以及大了好用作 新客廳採光度充足 而且空間試正實用 解決了原本梳化對不正電視的問題 因應屋主的收納需求 客廳做了一個大的電視櫃 而為了減低壓迫感 靠近底部的位置 就中空去營造原貨的效果 令到網絡更加輕盈 考慮到屋主比較少煮食 設計師就將廚房搬出飯廳 以及改造成開放式去省位 廚櫃式面用了屋主喜歡的墨綠色 可以點綴素色的空間 設計師刻意利用弧線條 去修飾電視櫃和廚櫃的角位 可以進一步舒緩三千八角的空間 另外兩組櫃刻意留有一段小距離 和用了不同的顏色去劃分開客飯廳的空間 飯廳有一幅斜的長身 擺傢俬比較困難 考慮到屋主平時大部分時間都是兩個人用餐 飯廳就設置了一張小的圓形飯桌去配合這個空間 飯廳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彩光不足 於是設計師就在主人房的長身加入玻璃元素 令到房間的光線可以引出飯廳 新的主人房比以前闊落 由於兩位屋主有不同的作息時間 所以就做了三邊落床的設計 以及兩邊都做了獨立的床頭燈 新的規劃我們近住入口做了一個睡房 利用了衣櫃去做了這間睡房的間隔 所以角就會突出來了 新的設計我們在角位裏做了一個圓角 令到走廊闊一點之外 亦同時間在其他場面上 用了很多不同的圓元素 去修飾鑽石營廳三尖八角的問題 細房暫時是工作間 沒有做到固定的傢俬 方便日後可以隨意改變用途 長身同樣加入玻璃元素 令到更加多的光線可以引入客飯廳 又可以提升全屋的視覺深度 浴室就用了墨綠色水磨石磚 去敷應廚櫃的顏色 但空間就會變得偏暗 於是地板和台面就用了米白色去做平衡 A.A.Stocks節目個個都吸引 不想錯過就立即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按旁邊的鬧鐘仔 到處了 到處了